大家好 歡迎收看BIOS TV 那現在在MOSEIA來測試的是這兩個 泰心電工跟安全達人的兩個機械式的定時器 那會想用定時器的人 無非就是想要省錢喔 省電省錢才會用計時器 那我們來測試看看它的代機時的瓦數要多少 因為它是機械式的 所以它還是要吃電 這樣保持它的時間的準確 那我們先來測試泰心電工的 好 泰心電工 看一下它的外觀 然後把它塞上去 那我們來測試的是變電家 這個電源監測器 之前我們是把它的螢幕修好了 那體外化你如果 變電家如果螢幕有問題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我之前的 YouTube的影片 也許花不到一塊錢就可以把它修好了 好 那我們把它塞上去 這是泰心電工的 好 那泰心電工的呢 現在代機的創方向大概是 一瓦左右 消耗大概一瓦 看一下電流 電流大概是0.01安培 那我們看另外一個安全達人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觀 好 那一樣是代機 中方向沒有差其他的電器 來測試 那代機大概是0.7瓦左右 再來0.7跟0.8跳來跳去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暗 暗可以再來0.01 因為字小於0.01 所以它會變成0 好 那個結果就給大家參考一下囉 那補負責任實驗室就到這邊 謝謝